夏季常吃的这些水果中 想必大部分人的最爱都是西瓜 西瓜不仅清凉可口 还有清熟利尿的作用 是夏季冰箱里的必对水果 这不家住北京的鸡女士就钟爱吃西瓜 每次去水果市场都要买个西瓜回家 其实夏天的水果种类挺多的 但是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西瓜 尤其到夏天天热的时候 吃上几块冰镇的西瓜 觉得特凉快 在炎热的夏季 能吃到冰凉可口的西瓜 实在是一件快事 一回到家 金女士就这样一块接着一块的吃西瓜解渴 这样甘甜多汁的西瓜 她一天就能吃掉半个 甚至已经用西瓜带地水了 渴的时候就吃西瓜来解渴 这正赶上了一秋 又赶上了秋老虎 这天又热 我本身平时不太爱喝水 所以在热的时候 我就直接吃上几块西瓜 又解暑又解渴 一举两得 这西瓜又解渴又解热 于是金女士吃起来就更没有节制了 可吃了一段时间 金女士却觉得自己的嗓子越来越不舒服 我最近喉咙有点痛有点发干 我明明我这一下天我没少吃西瓜 可是怎么还感觉像上火了呢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西瓜明明有清热去火的功效 可金女士如今却上火了 这让她百思不得其几 这个西瓜来讲呢 应该说我们它具有清凉的特性 在短时间来讲呢 它有个清凉 长时间去或者吃了过多以后 那么这种情况就能伤及内在的氧气 那么这种氧气来讲呢 特别是跟我们人气关系最密切的 是脾氧 所以说这就是西瓜过多以后 损伤了人气的氧气 抑制了人气的功能 主要是脾肺的功能也相应的下降 因此来讲呢 这时候喉咙这种预寒能力 下降了以后就容易反而容易感冒 原来上火的根源就是这西瓜 金女士的咽喉痛 就是因为西瓜吃多了导致的 这下金女士可不敢多吃了 现在每天只在吃饭前吃一小块西瓜 她觉得这样既能够解暑 还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 可这样吃真的能够减肥吗 这个西瓜来讲呢 从利料这个角度 利时这个角度 它就一定的减肥的作用 但这种作用呢相对比较少 还有西瓜糖分进去以后来讲呢 也增加了这个能量的来源 糖 脂肪等等 它互相会转化 糖多了它又会转化为脂肪存在 所以说你吃过多西瓜 有非得能够减肥 这是一点 第二点来讲呢 人长期的为了减肥 平民吃西瓜 其他不吃 那么饮食就够失调 饮食就够失调 反而不利于健康 吃西瓜能够减肥的这个说法 是子虚乌有的 而且西瓜性寒 冰镇西瓜寒性太大 胃伤胃 儿童和老人等脾胃 虚寒 消化不良的人群 尤其不宜多吃 否则会引起腹泻腹胀等症状 因此 西瓜吃多了 不解会上火 还会影响到健康 尤其是一些特殊的人群 如感冒初期的人 更应该注意对西瓜的使用 感冒从民间上面来讲 分为两种 一种是凉上风 一种是热上风 那么如果是这个病人 是凉热上风 也就是说 或者怕人 不出汗 浑身鸡毛隔得素素的 这种情况下 就不去西瓜了 因为西瓜偏凉 本来这个病人就受了凉了 如果吃了以后 反而是症状会加重 可以从民间出生的热上风 表现的症状 以后肝 打饼肝 或者容易出汗 这种情况下 我们适当切点西瓜 也是可以的 但是 对于总体上来讲 对于感冒的病人 西瓜 可以多吃 无论是哪一种类型 不仅感冒的人 要注意少吃西瓜 口腔溃疡的患者 也应该控制 吃西瓜的量 否则会加重溃疡 从中医来讲 大致上 一般来讲是 使劲的湿热 内在的环境的温暖 造成局部的 是在口腔溃疡的产生 假如说 有的病人 是热中于湿 也就是说 他这个口腔有溃疡 但是呢 他嘴很干 湿着挺红 或者是大病有干 口气等等都干了一种热乎乎的感觉 这时候适当切一点西瓜 还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 他湿大于热 也就是说他皮湿很重 是他很厚腻 湿脂酸沉 这种情况是比较重 这时候如果摘起过度的西瓜 就不太合适 因为西瓜本身水分比较大 有偏良性 由于西瓜的水 含量的这个水 是加重了体贴的水 水成分 因此这种情况下 吃了西瓜以后 不能有助于溃疡 预合 我相信反而是症状更加明显 自古以来 西瓜被人们称作天然的白虎汤 是因为它和白虎汤一样 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 但就算再好的东西 使用过量也会有反效果 因此不仅感冒初期的人 和口腔溃疡患者 吃西瓜要注意节制 由于西瓜所含的糖分较多 糖尿病患者 也需对西瓜的食用量加以控制 糖尿病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血糖尿糖偏高 西瓜来讲含糖分比较多 正常的西瓜大约含糖分 5%到10% 在血糖控制的比较理想的情况之下 不要吃靠西瓜中间的那一块 靠中心 它的糖分越集中 这块西瓜越甜 那么我们靠着边上这一块来讲 越往边上 越靠皮的部分 它的糖分越少 所以在这块吃的话 这一半的糖尿病人是可以吃的 炎热的天气下 对食物的储藏也是一种考验 尤其是已经切开了西瓜 即使放在冰箱冷藏 一旦时间过长也会滋生细菌 吃了这样的西瓜 很容易会引起腹泻和肠道的不适 那么如果是西瓜已经剖开了 剖开来讲呢 我建议大家来讲呢 即使把它吃掉 如果没有即使吃完了以后 用保鲜膜 把上面把它覆盖好以后 放在冰箱的冷藏 西瓜不是太多的话 建议在两个小时里把它吃掉 这样来讲呢 比较卫生 也不容易受西菌的污染 如果两个小时没吃到 放在冰箱的时间太长 那么我们把外面 已经裸露了这一层表面 把它去掉 这样来讲呢 避免污染 而且来讲呢 接下来就直接放心 很多人将西瓜里红色的羊吃完后 就将西瓜剩余的部分扔掉 其实将西瓜皮去掉 剩下的西瓜脆衣 只要稍稍地经过加工 也可以成为味美 且有利于健康的食材 西瓜脆衣 就是也是能够清脆结束的一个重要的 有一个著名的方法 叫清脆衣 这个当中来讲呢 就有用了西瓜脆衣 假如这个人有一些发热 或者中了薯 或者薯和食汁比较大 我们用西瓜脆衣 来煎煎水 烧着茶喝 那非常好 非常好 会到这个清凉的饮料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西瓜脆衣 也可被制作成一味 清凉可口的小菜 方法很简单 将西瓜红色的部分吃掉后 再剥去西瓜的外皮 将留下的西瓜脆衣 放在盐水里浸泡一会儿 然后呢 将其切成条状 或者是块状 无论生吃或者是小炒 都能够成为餐桌上一份 美味的佳药 如今已经立秋 天气逐渐地转凉 老话说 秋瓜坏度 那么立秋后 就真的不能够吃瓜了吗 到了秋天以后 这时候来讲呢 秋气渐渐地凉了以后 人气的这个 氧气 氧气就渐渐地下降 抗于外界寒血的冷靡 就下降 这样来讲呢 它本身就凉 又到了秋天 它就会更加凉 那么这时候 我们脾胃的功能 相对于比较薄弱 这时候起的过度的秋瓜 那么这时候 比例于脾胃功能的消化吸收 这时候 所以我们用于消化 出现异常 所表现的坏肚子 因此历秋之后 为了养阳气 专家建议我们 要尽量地少吃西瓜 避免过分地 瘫嘴吃秋瓜 引发胃肠的不适 而且除了西瓜之外 还有一些凉性的水果 也不宜多吃 秋冬来讲 为阳气下降了 你注意来讲 不要伤及阳气 像我们葡萄 它是凉性的 哈密瓜 丘梨 它都是偏凉的 所以这些来讲 秋天以后 就被写了过度 一般来讲 就是说 刚才你体的不一样 如果这个体的偏寒 或者是生秋 我们是当于 去一种温性的水果 你想秋天的绝质 它就是偏温 像橙子就偏凉 那么这年代选择 我假如说 我这个体的偏凉了 我就选择去决策 我体的偏温热 大饼干 有秋造的症状 那么我就选择去 洗柚子 泥子 这些之类的 历秋后 就将迎来酷暑天气 这样的天气 就像回到了炎热的夏季 但是比夏季更加的干燥 让人难以忍受 无论吃什么水果 在解渴去热的同时 都要控制食用的量 才能够健健康康的享用它们